Tesla Model S 推出了四年 越來越多在街上走 熱門呀! 是時候來個小改款呀 新款的 Model S 剛剛倒說 雖然車身線條未有大的變動 不過就將舊款大大的鬼面罩拿走 只是留下一絲收場的環間作為裝飾 有點像封口的設計 好不好看就見仁見智 但就跟傳統的汽車有著更大的分野 加上新設計的LED頭燈 跟回車身顏色的裙腳 以及新的車尾、底部、擾流等等 更具有智能跑車的風格 動力輸出和續航力都無變 車廂亦只是在中央位 加添了儲物空間和間隔 不過新車就加添了一個相當亮眼的功能 就是來自歐翼SUV Model X 的 HEPA 空氣過濾系統 廠方說能夠有效過濾空氣之中 99.97% 的懸浮粒子 就連光吻完細菌也能擋住 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包一分Defense Bow 可以過濾空氣 但很可惜因為今天試車時間短 加上天空氣晴 沒有太大的污染或臭味 所以我們就試到這個功能 雖然遲些才能試真點這個空氣過濾系統 不過不要以為只是Tesla 的噱頭 這套系統曾經在蒙霧之中的北京作測試 由車外空氣質素指數AQI 350 以上 惡劣的指數達到危險級別 大車廂就有本事降低至AQI 11 以下 比香港空氣最好的東區AQI 61 還要低出一大折 似乎很適合家住在旺角、銅鑼灣、甚至對田區附近的人